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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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许多人都被迫放五星假 雖然工作还在 但没钱领实在是很大的困扰 老东部今天公布最新的五星假状况 截至3月中为止 已经有109家企业通报 共3835人放五星假 跟2月的41家企业 共1662人受影响相比 3月份企业共增加68家2173人 人数成长增加1.3倍 劳动部进一步解释 这次的统计时间是从3月1号到15号 如果依照产业别区分 以住宿、餐饮、批发、零售、旅行业占最多 有88家2060人 其中批发零售有26家 但规模和人数较少 另外住宿业有15家 餐饮业也有11家 共约1000多人 旅行业则有12家受影响 此外金属集点工业共有14家 1491人 虽然企业数量没那么多 但规模都较大 以一个月休5到8天比较多 劳动部表示 这次企业通报数量 是继 2010年1月底139家以来新高 受影响人数也是继 2015年12月底的4756人以来新高 劳动部也说 如果企业要实施无薪假 需要经过劳资双方同意 只有雇主片面决定的话 劳工可向各县市劳工主管机关申诉 将可依法开罚2万到100万元 但不幸放到无薪假的民众也不用太担心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 放无薪假的劳工可申请充电再出发训练计划 将可参加劳动力发展署各分属办理的训练课程 或由劳动部补助企业申请办理的课程 训练期间会比照现行基本工资实薪作为津贴 时速最多120小时 首先 春水 秋我 春水 春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